大家好,北京这边谣言一大堆,消息一大堆,跟大家扯不扯吧 第一个意思是说习主席没有下过指示说要保雄安 就是要淹河北的其他的地方 蔡奇中办正式发了一个文件 说习主席没有指示保雄安,挺有意思的 这个事情是因为雄安死的人太多了,军人死了 所以要查,军委要查,这个时候习主席先必须要甩锅 谁来负责任,现在正在想 说要国务院总理李强负责任 李强怎么负责任呢?我这个区域 所以前一段时间我们说李强有可能交辞职 就这个意思,估计辞职是可能性不大了 但是的确是吃不了兜着走,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呢,说这个习近平的病呢 是轻度中风,加上这个中度的帕金森综合症 所以他为什么脑袋歪,为什么眼睛眨巴眨巴眨巴 为什么肩是歪的,再过一段时间就估计就像我们的霍金老师了 就这样子的,帕金森综合症,说这么一意思 还说这个被洪水淹死的很多的军人呢 他们的家属最近又开始感谢习主席了 为什么呢?因为习主席特别拨了一笔巨款 每个家庭给他们赔一百万块钱 一百万人民币 大概就我目前听到的就是什么三大消息 都是北京的来自北京的消息 跟大家详细的情况播报一下啊 说是来自军委八一大楼的最新的情报啊 最新的报告 说七三要大水的时候 习主席并没有指示要保雄安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下任何指示 是下面的人 完了以后擅自做主张 完了以后寝室的国务院 寝室的李强 李强觉得这个雄安心虚 是这个千年大计是吧 质量第一 所以呢 其实雄安保住了 习主席后来正常的时候啊 就是帕金森综合症没有特别严重的时候 表扬了李强 说这个李强啊 挺会来事的啊 挺会来事的 不错啊 这个事搞的不错 老百姓奄奄有什么关系呢? 把雄安保住 所以行 雄安现在依然是那么漂亮啊 有人放了雄安搞了一个什么 一个雄安的一个酒店 一个超五星级酒店 那叫一气派 为什么要把这个酒店 超五星级酒店要放出来呢? 视频呢啊 是因为习近平以后也要去雄安啊 在这地方给一段时间住一住 就住这个五星级酒店 麻雀都赶不出来 但是现场的确很气派 所以你真实的情况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李强的确是拍板保雄安 但是李强并没有因为保雄安 受到习近平的责备啊 反而是得到习近平的表扬 所以这个军委有些个人 还有些个红二代 还有这个李小鹏啊 瞎扯是不是 还说这个李强要辞职 军委的确有人要求李强辞职 因为军委死那么多人是不是 但是人家习近平高瞻远瞩 这是很很会来事的一个人是不是 习近平很高兴还表扬了李强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说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什么呢 为什么习近平没有指示要保雄安呢 是因为习近平最近就是这个帕金斯中国症 还有一个叫什么美尼尔中国症 是吧 所以习近平讲话的时候 脑袋转的时候 总是要不自觉的眨一把 摇一摇头啊 摇一摇是吧 眨巴眨巴的眼睛 是吧 其实是属于帕金斯中国症 美尼尔中国症 和这个中国的中风啊 加起来的一个很复杂的病 是吧 三个病之间居说还有冲突 说这个他为什么会有帕金斯中国症呢 是一个遗传 他爹以前 习近平就是帕金斯中国症 是吧 习近平70多岁 不到80岁的时候 就只能做轮椅了啊 就没法动了 就是典型的就跟霍金老师一样的啊 就是动不了了我跟你说 必须做轮椅 所以习近平很有可能这一次这个中风 这一次的帕金斯中国症 这一次的美尼尔中国症 如果是治的不好的话 如果是这个国外的专家 无法到北京来给他治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留下后遗症 完了以后就只能做轮椅了 哎 以后中国要出一个轮椅总书记啊 这个事实是大家很期待的事情 脑补一下啊 想象习近平坐在轮椅上面指点江山 坐在轮椅上面叫做什么 喝口水 坐在轮椅上面啊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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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国你真有点意思啊 所以呢 外面传的啊 跟我们所这个真实的了解的北京的内幕消息 完全不一样的 有人说啊 说这个李强 在这个习近平治病的时候 完了以后擅自主张拍马屁 结果拍到马腿上面啊 私自下单了熊安 千年大吉保熊安的指示 扒开了卓州的琉尼河 菊马河 大清河的这个河堤 结果没有通知卓州的驻军 把万岁军也就是脑牌38军 现在的82集团军在卓州的庄稼部队 庄稼战略弹药库 原来的海军后勤学校 现在的海军仓库全部都给淹没了 其中的海军的仓库全部啊 这这个其中海军的这个被子衣服服装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全部都淹没了损失严重啊 说这个海军仓库就在东方地球物理公司附近 海军装备部气的找这个国务院找李强发飙 要求他辞职 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最惨重的损失 没有搞过这样的事情 当年三年大饥荒都是没饭吃 军队的仓库粮仓衣服都是妥妥的啊 吃不完穿不完 现在中国都这么有钱了 结果整个海军的所有的衣服都没了啊 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啊 他们说是真的 但是李强并没有得到细胞 这些东西的谴责 军方在那里要李强辞职 没什么短用 是吧 说这个 还有这个什么空军第六飞行学院 十一家是十家庄飞行学院啊 军机当委是吧 把教学楼和的电脑全部都炮了 模拟的飞行器也全部炮坏了 其中刚刚组建的无人机部队就在这个地方 现在的番号是空93550部队 还有82集团军的后勤食品餐库吃饭的玩意儿啊 也全部都烟了啊 这个受灾最严重的是桌州大石桥的战略侦察部队也烟了 好多器材都烟了 这些个大水冲了这个习包子的军队 这个事是真的 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啊 你不要以为习包子会撤掉李强 不要以为军方会这个什么 会要这个李强辞职 习包子又会往后退一步 没有的事啊 不要想多了 习包子这个人虽然生病了啊 但是定力特别特别的好 啊 说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消息啊 是这个军委的报告打给习主席的 完了以后呢 习主席看了以后不断没有批评李强 反而夸这个小伙子小子搞的不错是吧 还不错是吧 现在怎么去把这个风波平静下来 不就是搞点钱吗 是不是 扶一下吧 安抚一下军人吧 所以被淹死的军人每一个家属获得这个一百万的赔偿够多的了 真的 一个家里一百万这么多人爽死了 所以他们现在又开始喊习主席万岁了啊 所以今天我们所所所听到的消息啊 第一 习主席没有这个 说一定要保雄啊 是李强的主义 第二 之前李小鹏传的时候 说军委的有一批人要李强辞职这个事是靠谱的 是真的 但是并没有得到习主席的认可 所以李小鹏说的什么 习主席让他当代总理的事情纯属扯淡啊 咱一定要这个及时的播报谣 第三呢 就是习近平的病是三种病结合在一起 三种病啊 叫做这个帕金森综合症 还有什么亚什么什么综合症 加上这个中风 这么三种病 他是遗传 帕金森综合症是遗传啊 这个东西是真的 这个人的社会有些病呢 他都是遗传的啊 所以呢 你的身体好不好 你就去看你的父母 看你的爷爷 看三代啊 基本上看你的外公 基本上可以看出一个端倪的啊 习近平很有可能成为这个 轮议总书记啊 轮议国家主席 开创中国共产党的最新的历史局面 完了以后呢 习包子呢 大比一回 每个这个死难家手的 死难者的家手 一个人赔100万块钱 这帮这帮军人都是一些个这个 这个穷人家的孩子 没有这个红 这个红色贵族的孩子当兵的好吧 他们当兵也都是当那个什么 当当官员啊 是不是 低级别的官员根本就不搞 你说习近平当年也当过兵 上来就在这个中央军委里面 给这个军委的什么什么什么 耿镖当秘书 是吧 然后再一下去就是一个县委书记 你说 怎么可能他们会被淹死呢 被淹死的都是老百姓的孩子 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是不是 这不就是莫言老师说的吗 是不是一打仗 真的 死的都是农家的孩子 你以为呢 说这次事儿闹得比较大 西包子这回终于下了一个狠心啊 然后大比一回每一个家属活一百万 所以这个加起来的钱好几亿呢 说是死的人太多了 你想想整个河北的发大水 整个中国就赔了就拿了一亿人民币 还没到位 还要人家捐款 结果给军人就给了几个亿 所以农挪军心 西包子有两下子吧 你别看他生病了 脑子还挺好使的啊 谢谢